鹅角伤口案例 换出体伤 处理上以温敷为主 按推为辅 当时因有表面破损 无法用姜粉泥按推 也无法在伤处温敷 所以处理上是用浓姜液清理伤口 进而以风筒吹热 再撒姜粉 每天两到三次 如此做后 伤口结痂以为好了 然而去家后 伤口非但没有痊愈 反而更大了 也更深了 形成一个坑 当时很担心 觉得再下去 就会露出头骨了 正当那时 看到了张医师 处理乳癌的案例 告知伤口要保持干爽 姜粉只能是薄薄的一层 而我却是撒了很多 希望能把分泌物吸干 至此问题找到了 接下来就要想方设法解决它 幸运的是 有两位志工朋友知道后 特地给我送来了 不沾皮肤的消毒纱布和胶带 我就每天早晚两次换纱布 不再用姜粉了 并用手指法沿着伤口周围一圈 没破皮的地方 逐点按推 发现有很多压痛点 有的似针扎 有时还会有血水 沿脸颊流下 但因为看过乳癌和张医师鼻子的案例 知道这是修复过程中的正常恶化现象 故也不害怕 另外有了纱布的保护 我就将暖贴放入自粘布中包裹 直接压在纱布上 24小时温敷 让热源直达患处 就这样 坚持了三十多天 终于修复了伤口 除了以上的按推和温敷外 我也放松了心情 注意运动 配合温热食物 和姜汤参汤 全面运用了原始点的五大法宝 经历这次事件后 深深体会到 如果要让原始点真正帮到自己 最重要的是 坚信原始点的理念是正确的 然后要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地去实践 在执行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学习研究 以寻找出最适合的实施方法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最后衷心感谢张医师 和张医师研发的原始点 也衷心感谢 充满爱心的志工朋友的帮助 2020年9月28日 2020年10月23日 2020年10月30日 2020年11月18日